沉船 的 词 你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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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让他们说中了 看来这里极须清理呀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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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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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 柔转万象 竟是些散兵有缘 偏偏还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真是浪费功夫 算了 就当热身吧 说什么可以媲美中烟之气的 就这 如果这些家伙也算是那个什么缩的手 那他可真是占山为王太久 连自己的位置都摆不清了 正好 我就借这个机会让他好好瞧个清楚 什么才是绿城 哈 哈 哈 我将 柔转万象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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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错觉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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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将某转问线 怎么回事啊 这个世界炮 在限制我的力量 就算再怎么限制我 杂兵还是杂兵 只会躲在背后放冷剑的胆小鬼 还指望和我一决胜负吗 怎么回事 限制消失了 哈哈哈 我将某转问线 好 啊 呀 限制被解除了 还是说刚才那种感觉才是错觉 嗨 算了 和之前也没什么区别 水土不服而已 热身运动也该结束了 剩下的速战速决吧 历经后面还有一大堆麻烦士在等着我呢 唉 真是劳碌命啊 那家伙 梅博士的优点一点都没有学到 使唤人的本事倒是学了个实仇 不过 谁让这项任务只有我能达成呢 所谓能者断 啊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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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们的推论基本正确 两个世界炮的融合 正在缓慢而稳定的推进 无法阻止 这里的能量波动 和凋零之心给人的感觉一模一样 这两个世界会变成现在这样 果然都是缩的手臂吗 融合啊 那么 如果直接穿过前方那片已经量子化的区域 是不是就能直接进入另一个世界炮 密斯特林 你明明接连受了两次重伤 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一转眼居然又开启了这种玩笑 这好心态 还真是让人佩服 正是因为暂时无法使用力量 所以我才有开玩笑的余霞呀 而且 这不仅仅是玩笑 也说不定啊 算了 算了 算你高兴吧 既然一路互送你们过来 都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我也该去寻找适合使用砂糖一样的空间位置了 如果运气好 说不定能靠它 找到让我们安全脱离世界炮的方法 薛丁恶博士 普罗米修斯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嗯 在你回来之前 我们会尽力寻找缩的破绽 当然 也会盯好这个家伙 让他不要乱来 希望启罗小姐能顺利找到解救我们的方法呢 哼 你就擦亮眼睛等着瞧吧 好 好了 既然我们的侦察员小姐已经信心满满的出发了 我们也该提前给他准备好接风的礼物 这里的视野不怎么好呢 十七号 我们再向融合区域靠近一些吧 嗯 走吧 这种融合 可能会在灵界面释放大量的能量 谨慎一些 不要冒进 难道我还不够谨慎吗 看来谨慎这个词需要有个新定义了 真的是很强的压迫感呢 简直就像是在对我们宣告 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整个世界 奇怪 这些能量 怎么了 还需要采集更多数据 再去其他位置看看吧 看来 越靠近融合区域 崩坏能的密度就越高 但 相对于世界炮融合这样的现象来说 这些能量 是不是分布得太均匀了 几乎 没有什么波动 等一下 不太对 小心 通常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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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 有点 有点 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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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自圍 历史的海地 果然 这边的数据也毫无区别 简直就像经过缜密的计算一样 无论如何 先根据刚才的发现 重新梳理一下思路吧 你们好像很关注能量的分布 这当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特别的并不是能量本身 而是产生能量的过程 或者说 原因 物质会通过能量的传递 而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通俗来讲 就是水往低处流 因此 普罗米修斯和我的最初猜测是 世界炮中不均衡的势能 自然推动了世界炮的融合 并因此而释放能量 这与雪崩或者地震的原理类似 然而 从刚才收集的数据来看 当前的这种融合并不自然 与其说它像是地震或者雪崩 倒不如说 更像是一起经过 艰辛规划的人为纵火 也就是说 苏很明确地想要让世界炮被毁灭 的确 就像我们之前推断的那样 所谓的苏 应该是凌驾于世界炮之上的一种规则 但究竟为什么 它会让毁灭世界成为规则的一环呢 或许答案就在眼前 世界炮因为自身不稳定 或者彼此融合而毁灭 由此释放出大量能量 这让我想起了本正世界一种常见的能量获取方式 没错 这简直就像是核反应 凋零之星的结局 类似于核裂变 而我们当下面对的情况 类似于核巨变 此时此刻 这两个逐渐合并的世界炮 就像是身处于一个巨大的反应炉 而随着世界炮融合产生的能量越来越多 这个反应的速度 还将逐渐加快 直到世界炮彻底毁灭 而这一过程中释放的能量 很可能会被缩提去 若真如此 那么他人为纵火的动机也就得到了解释 唉 这么看来 我们所珍视的文明 反而更像是他流水线上的副产品呢 那么 如果世界炮完全融合 曾属于这个世界炮的一切 包括我们 会变成什么样 会苟延残喘 还是直接消失 不知道 但 从现在的种种迹象来看 我们所面对的最大风险 是自己没有任何手段来延缓世界炮的融合 除非 存在另一种凌驾于世界炮之上的规则 能够和苏互相抗衡 否则 单纯置身于世界之中的我们 将极难对抗属于世界本身的命运 如此看来 我们还是寄希望与启罗小姐比较实际 毕竟 如果能够与真正的中烟之间取得联系 眼下的这些问题也就不足为虑了吧 的确 算算时间 它或许已经有了成果 啊 消息来了 时云启罗小姐 情况如何 是否需要我们提供协助 抱歉 我失败了 这个世界的边际 好像消失了 根据砂糖饮药的指示 穿过这段闭锁的折叠空间 就是世界炮与量子之海间的真正边界了 这里的氛围还真是压抑 别想太多 尽快从这里通过吧 不过 作为通向世界炮边界的必经之路 即使跨越了诸多维度 这条路也未免太长了吧 刚才 发生了什么吗 算了 时间紧迫 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 不过 继续向前吧 这里怎么这么空旷 什么标志物都没有 我应该没有迷路吧 还没有走到头吗 这条路究竟有多长 这里 真的是通往世界炮边界的必经之路吗 没有能量波动 连世界炮融合产生的怪物也没有 哪怕是来一场恶战也好啊 至少 证明我没有走错路 对随后 对随后 我们是乱走的 好 也快 对随后 有点想恐怖 是所謂的前方。 必須儘快找到路才行。 哪怕是返回的路。 返回? 無論如何,先和其他人取得聯繫吧。 說不定他們已經找到了什麼方法。 普羅米修斯交給我的通訊儀器。 希望在這裡也能正常使用。 抱歉,我失敗了。 這個世界的編輯,好像消失了。 看來眼下的情形, 遠比我們預計的還要複雜。 為了避免出現意外。 神與其羅小姐,請盡快返回吧。 既然利用外之劍突破世界炮的計劃已經宣告失敗。 現階段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實力。 抱歉,是我將情況想得太簡單了。 不必自責,其羅小姐。 畢竟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抽象, 強大, 而又具備明確意志的敵人。 而且... 也許我想到了另一種方法哦。 另一種方法? 還是等你與我們會合之後, 再從長記憶吧。 我知道了,稍後見。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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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依照砂糖引藥記錄下來的路徑, 遠路返回, 就能回到出發點吧。 嗯, 應該沒有問題。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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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來, 奇羅小姐。 世界炮的性質因為融合而產生了變化, 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這並不是你的錯, 你無需垂頭喪氣。 米斯特林, 你剛才說自己想到了新的辦法, 究竟是什麼? 這個嗎? 還需要奇羅小姐的協助哦, 你之前說過, 那把砂糖营药可以作用于高维空间 也就是说 它对眼前这些已经融合的区域 也能生效了 可以是可以 但具体的形式或许与你的想象有所出入 砂糖营药曾遭受过严重破坏 在修复它的过程中 修格自得它的全能进行了拆分 我现在持有的只是重新修复后的其中一把 因此并不能发挥出它的全部力量 具体来说 所谓的生效 也不过是对空间的展开方式进行一些引导 并不能阻止世界炮继续融合 更谈不上复原它们了 没有关系 这样就足够了 我希望你能做到的 就是对这些正在融合的部分进行催化 引导出类似爆破的现象 而真正特殊的是 在你进行这一系列操作期间 我会身处其中 什么意思 对于你们聪明的头脑来说 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如果真像你们推测的那样 整个世界炮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应堆 那么 既然它的运行看起来如此平稳 这些有反应生成的巨额能量 就一定需要相应的去处 我想 那多半就是缩的核心 因此 只要在能量产生的瞬间 有人能跟上能量流动的方向 他就有机会顺藤摸瓜 找到缩的大本音所在 而一旦抵达那里 这个人就有可能从底层机制下手 为大家争取到改变局面的机会 很合理的方案 对吧 米斯特林 我不知道你说的合理究竟指什么 或许你对于世界炮融合所产生的能量还没有概念 即便你再强大 我也不认为你有办法 在那样的能量爆发中存活下来 那么 不需要存活就好了吧 毕竟我的本质并不是人类 而是圣狠所凝结的理性 我们的生存状态 原本就和人类不同 在失去形体之后 我无非将回归圣狠空间 就像曾经的我反复经历的那样 这并不算什么损失 甚至反而更方便我基深于能量的洪流 不是吗 我对此存疑 我也不建议这样做 不 应该说 我不可能参与这样的计划 米斯特林 你的存在方式姑且不论 即便一切顺利 你也不确定自己在那边能做到什么吧 为了虚无缥缈的机会 就这样铁而走险 根本就不理智 如果 在你牺牲了这些之后 却发现事态无法按照你所计划的那样发展 你又要如何是好 那样的话 也只能自认倒霉了吧 你 但在那之前 这一切是否有用 我还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双眼验证 因为我很清楚 所谓的知晓和理解 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 哪怕会付出很多代价 我也想亲眼看看 在走投无路之际 我的选择会创造出怎样的未来 当然 如果这个未来能帮得上你们 那就更好了 也许我的确在做出糟糕的选择 但 那也要等到验证后才能确定 不是吗 而除此之外 我也无法想出自己还能怎样帮助各位 负担起将希尔他们招来此地的责任 算了 反正在心口开河这方面 我是赢不了你 既然如此 投票吧 成功率未知的行动 应该由所有人共同决定 好呀 时间有限 就我们几人共同表决吧 17号 至少你能够理解我的想法 对吗 或许吧 至少作为机械生命 我的寿命足够长 足以等到你从圣痕空间再度现身 当然 前提是 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跑全身而退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可不要觉得寂寞 你想多了 不是 你怎么 在很久以前 就有人教导过我 要尊重每一个人类的选择 无论是米斯特林 还是 那个人说 人类的本质 就是为了本不为我的某物而献上生命 那薛丁恶博士呢 你从刚才开始就一言不发 一定是觉得这家伙的提议 纯属于想天开 对吧 不 米斯特林小小的提议 虽然牺牲巨大 但无疑是眼下最为可行的方案 并且 只有他能够做到 米斯特林小姐 我愿意为此 向你致敬 博士 你 博士不必客气 我想 大多数人 在处于我此刻的立场时 都会做出类似的决定吧 比如 六十多年前的您 怎么样 齐罗小姐 既然投票的结果是三比一 你也只能接受我的提案了吧 在稍后引爆空间的时候 你可一定要温柔一点哦 的确 恐怕这就是永结的含义 即使不考虑世界炮的纷繁特性 在无法穷尽的时间中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也多半早就以一种形式发生过 并且终将以另一种形式重演 曾经见证过中烟的你 应该能比其他人 更容易理解这种情况吧 所以呢 我不认为这可以被称作 有价值的临终遗言 是说我死到临头 还在说废话吗 可严格意义上说 我也不会死啊 好吧 那就让我利用好这段时间 最后再教你一些东西如何 来 试着模仿我的语气 在送别的时候 要像这样 无论如何 我还是很喜欢你的 即使是不可为 我也会永远记住 那些和你相处的时光 像这样试试看吧 越是这种时候 又要试着表明心计 不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才对 如果是另一个人 站在这里 他一定会认为你病得不轻 更何况 能够亲眼观测一个理性的消亡 那可是难得的机会 与我而言求之不得 真的吗 可别太言不由衷哦 不过 这样说来 你的确更加接近人类了吧 那时我有很多话 还没来得及说出 这种遗憾 偶尔体会一下 对于成长来说也是好事 哦 说起来 准备工作比想象中 用了更多时间呢 我是不是又提出 让人为难的要求了 不过仔细想来 如果当前的准备工作出现了意外 又或者你离开之后 我们终究败给了梭 在这些最坏的可能性下 我们所有人当中 可能反而只有你能够生还 我可不认为那是生还哦 于我而言有限的时间 于普通人而言 可未必如此 以人类的标准来说 我即将面对的虽然并非死亡 却也是名副其实的告别 也就是说 你并没有认为 这是可以被轻易接受的代价 当然了 你以为我已经是 走完一生 了无遗憾的老人 所以 我们为什么聊到了这个 我在想 虽然你号称是救济的神痕结晶 但恰恰相反 你事实上是一个相当自我的存在 以人类的标准而言 甚至可以被称得上自私 嗯 好吧 这倒也没错 我承认 所以呢 世界炮的存续 其中居民的存亡 对一个自私的人来说 不过是在目睹一群 毫无关系之人的陌路 甚至达不到 珍惜物种灭绝 能对它造成的触动 所以 我很好奇 你眼下的行动 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动机 所以我才说 恐怕这就是永结的含义吧 在无法穷尽的时间中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不仅可能 甚至可以说必然已经发生过 并且终将重演 或许在另一个宇宙里 我们也将会有眼前这样的一番交谈 并且每一个细节 都完全相符 你应该明白 这不过是哲学家的一厢情愿 但毕竟不是毫无可能 对吧 如果一定要为我的自私 找一个借口 一旦想到我的某些遗憾和恐惧 将会在无尽的时间里反复上演 我就感到难以忍受 在过去 我往往只是命运的配角 虽然也能随性而为 却终究什么也改变不了 所以 我渐渐开始打算 换一种生活方式 也就是当自己的主角 尽力不去做 可能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至于结果 虽然有好有坏 但以永结的尺度而言 至少眼下的我 能够问心无愧 我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你只是想在主观上 不觉得自己是个坏人 其中的缘由 可能仍然基于你身为 理型的生理特质 算了 就按照你的意愿 不在这种时候 对你进行其他负面评价了 呀 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吗 可是 你是否想过 对我们这些非人之人而言 永恒也会有永恒的代价 某种意义上说 能够生死神面 反倒是人类唯一会让我感到羡慕的特质 倒不是那种所谓永生之苦的陈词烂掉了 只不过 能够彻底死去 或许反而是世界对人类的一种仁慈 在短短的一生中 他们所有的遗憾 恐惧 痛苦 都随着死亡烟消云散 不留下任何痕迹 而如果事实并非如此 在任何一个世界 都将有极大的概率 出现人间的天堂与地狱 少数人的欢乐 将与大多数人的痛苦 形成极致的对比 但这终究只是题外话 密斯特林 算了 嗯 你难道是想问 啊 已经准备好了吗 一切就绪 虽然 还有最后一步 确保我身处其中 嗯 除了一个宫女出入的缺口以外 史与启罗 已经完成了 封存一处空间的工作 他正在尽可能地维持现状 以免我们设想中的融合反应 提前加剧 也就是说 我要尽快动身才行啦 等等 密斯特林 对了 十七号 最后再帮我一个忙吧 无论如何 你从来没有见过我表现出大喜大悲的样子吧 对我来说 那还是很难为情的 我是说 尽量别再说些太伤感的话 好吗 虽然大家不知何时才能再度相见 但反正又不是真的要死了 就让我悠哉悠哉一点吧 我答应你 出发吧 好呀 说来还真是巧呢 无论到来还是离去 我眼前的景象 都是这样的一片洁白 很合心意呢 很合心意呢 那是 总是自以为无所不知 但其实 我也忽略了很多细节呢 说起来 十七号 你的机体应该集成了相机的功能 能帮我拍张照片吗 这里真有氛围感呀 天堂里不会有人行善积德 因为他们本就如此 地狱里也不会有人为非作歹 因为 他们本就如此 是呀 只有人间是这样一个 我们走吧 你们 抱歉 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 情况怎么样 很顺利 虽然在人为分割之后 空间融合的势头的确更猛 不过 也还算维持得住 倒也不用急着现在就进去 谢谢 别担心 我也没有其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不过 之前还真没想过 这种景象 与其说是两个世界的融合 倒更像是天崩地坏呢 即使从理论上来说 任何形式的融合 也都不会表现得太过温和 是啊 世间万物 彼此都互为意志嘛 我早就 哎呀 又再说闲话了 我们还是节约一点时间吧 接下来 只要我走到里面去 大家再将那片区域 彻底分离出这个世界炮 就可以了吧 就以知部分来说 的确如此 以知部分 嗯 融合的具体激励 毕竟只存在于我们的推测当中 而一旦那片区域被彻底隔绝 无论发生怎样的异变 我们都无法再对你施以援手 嗯 这我倒是早有准备 不如说 反倒是大家要更坚决一些 无论看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 都不要为了我 而重新打开这片空间 虽然 这样说 或许有些自作多情 哼 在融合家具之后 即使我们有这个意愿 也不可能做到吧 那就再好不过了 好了 也该出发了 从外之剑承受的压力来看 你的确应该立刻动身 虽然 即使封存和分割彻底结束 你仍然能通过我 会不会变得很狼狈呢 怎么样 应该都还在这片量子之海 我们没必要太过郑重其事 这还真是严格的逻辑判断呢 在我没发现的地方 你还是变了很多啊 17号 对了 要不要再做个其他的约定 下次见面的时候 能让我送你一个名字吗 普罗米修斯 更像是一个信使 而现在看来 17号 也早就不适合你了 我不太相信你的审美 不过 到时候你可以发表意见 你还是相信我吧 毕竟 我应该有很多时间 可以进行思考呢 那 就这样了 米斯特林 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如果你需要一个答案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不 别说出来 那样太幼稚了 就让我自己去试试看吧 就是那边了吧 薛定谔博士 你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已经到这里了 没问题 石余起罗 正在同步封闭这片区域的空间缺口 这个过程不会花太多时间 做好准备吧 准备吗 的确很短暂 接下来 就是我自己的任务了 不过 虽然这么说 现在倒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呢 那是 原来如此 一切确实都在化为能量 就这样下去 我可未必能坚持到 融合彻底完成的那一刻 实话说 我对自己现在的形象 还是挺满意的 如果可能 还是不想搞得太严肃啊 不过 偶尔认真一次 倒也不会 不过 比起和某个意志为敌 还是让我和燕灭本身 来较量一下吧 结束了 结束了 我对自己的意志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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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顺利留下讯息而已 嗯 普罗米修斯 虽然我对你和米斯特林都不够了解 不过 如果他的确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 你还是 对他多说些什么吧 有什么必要吗 嗯 你如果这样问我 那我也说不上来 不过 在我还是女武神的时候 我曾经认识一位特别的前辈 他虽然只是B级女武神 新兴的坚韧却远超常人 哪怕身处生死一线的绝境 那位前辈也从来没有动摇过 在这方面 他就像我的偶像 Cecilia大人一样可靠 但那一天 我看到一向雷厉风行的他 竟然躲在训练室的角落里 埋头哭泣 哭到控制不住自己的呼吸 你想表达什么 我所认识的一个男人 他在新兴坚韧这方面无人能及 但他也同样有过 累撒战场的时候 话是这样说了 毕竟 人总有几件自己承受不了的事 但我真正感到奇怪的是 当我问起他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他告诉我 自己回想起了一位 在任务中牺牲的队友 只是 他并非在为对方的离去哭泣 而是为了另外一件小事 因为 那位队友虽然在任务中受了致命伤 却并未在一瞬间死去 而在他的弥留之际 为了让其他幸存者有机会离开 那位前辈始终在尝试 距离附近区域的崩坏兽 明智的选择 他当时也这样认为 但在数年之后 他一个人在训练室中 偶然想起这件事时 却突然感到非常后悔 整整几个小时 我就那样看着他死去 我多应该暂时放下一切 冲到他的身边 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那样 他弥留之际的一点点意识 就能知道 是我正带他去往 他将要去的地方 薛定谔博士 能帮我和米斯特林 建立直接通讯吗 果然 我需要再多叮嘱他一些 注意事项 你 抱歉 我能够理解你所描述的情境 但结论却有所不同 那些他后悔自己 没有做过的事 究竟是想要填补死者的遗憾 还是想要填补自己的遗憾 不要误会 在我的理解中 这本无高下之分 但我可以确定 米斯特林 他并不是那种往事中的逝者 但就算不考虑以后的事情 你难道不会觉得 他多多少少 会感到有些痛苦吗 当然会 但 给予对方足够的空间 饶许对方独自承担 他所选择的痛苦 这恰恰是我能给出的 最高形式的尊重 作为他此刻的朋友 地狱不是一个你将要去的地方 而是一件你应该随身携带的行李 所以 我总觉得 米流之计 是一个相当隐私的事情 你一定要在这种时候打扰我吗 这位朋友 不准备嘉宇回应吗 也对 就现状而言 仅仅仗示自己的存在 就已经可以当做一种 好 看来我之前高兴得太早了 到最後,我將有與之為敵的。事實上仍然是某種意志嗎? 我對這種事,實在是有些疲倦。 不過,以你展現出的能力來說,我恐怕不適合表現出這種尚未者特有的溫柔,對吧? 而且,既然你選擇在這時現身,看來我的猜測倒是沒錯了。 難怪你剛才說,自己此行的目的,是確保親自將我毀滅。 因融合而產生的能量,的確有一個屬於它的歸處。 而在你的判斷中,我也的確擁有速流從源的能力。 很好,對我來說,這就已經足夠了。 甚至,如果以自己的私心進行考慮, 我反倒很慶幸你能出現在這裡。 讓我所做的事變得更加困難。 否則,只是在這裡等死的行為,實在很難稱得上是什麼壯舉啊。 嗯?感到很難理解嗎? 雖然我是很不願意承認了,但或許是天性使然, 十七號對我的評價其實完全正確。 無論我怎樣嘗試說服自己,我都無法發自內心地關心他人的命運。 即使知曉這裡將會在不久之後徹底消亡, 我也無法放下過去那種遊戲般的態度。 太過輕跳也好,缺乏同理心也罷。 這或許算是我作為理型的某種缺陷。 所以,你知道在出發之前, 我為什麼要拒絕十七號的回答了吧? 他給出的那個答案,我心中早有定數。 直到此時此刻,才重新感到了動搖。 這很容易就能猜到吧? 所以我才說,你的出現或許是件好事呢。 或許有些自誇的嫌疑啦。 但在大多情況下,我都太過強大了一點。 很難讓自己處於某種沒有選擇的局面。 也就無法通過這種方式檢視自己的內心。 謝謝你即時出現,能讓我體會到作為弱者的感受。 而且,在這片區域徹底融合之前, 如果你無法將我殺死,那麼我仍然會是贏家。 或許是能夠藉此體會人類的感受吧? 我身來便註定死,但在選擇如何衰老,如何死去的時候, 他們往往也決定了自己如何活過。 而且,我可不認為自己無法勝利哦。 雖說遠遠不如聖痕計劃宣告完成的那時, 但…… 這位朋友,所謂的旅行,即使是其中最為弱小的存在, 也同樣天然擁有抵達無限的潛能。 更何況,此時此刻,我還是第一次對眼前的戰鬥感到這種方面的興趣。 不知不知道你有多麼強大,又懷抱著怎樣的惡意。 但現在…… 就請讓我借你一用吧。 在今天過後, 我也終於能夠知曉。 一個毫無高貴品格可言, 主觀上甚至可以被稱為自私的存在。 他能否通過做出正確的選擇, 擁有自稱為沙尼亞特的資格。 , pcdm 紫 紫 對 你的心率似乎不太正常 没错 爆炸 融合 虽然形势不同 但凋零之心毁灭的真正原因 恐怕就是经受了这种程度的能量冲击 密斯特雷 怎么样了 通讯没有中断 但他已经很久没有进行回应了 准确来说 那片区域彻底陷入了死寂 或许就是所谓的 打赢牺牲吧 对他来说 我们发送的信号也会一样了 很难确定 但从目前观测到的情况来看 其实我们能将讯息有效传递过去 他恐怕也很难分心进行理解了 就这样 结束了吗 看来 还是太勉强了 不过 这倒也说明不了什么 或许他什么都不说 是因为一切都很顺利 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事 是我们可以尽力去做的吗 当然 但现在就决定下一步 或许还太早了一点 太早 嗯 就我所了解的那个密斯特雷来说 刚才我们见到的 不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面 我们先到他最终消失的那片区域看看吧 这事 你太过乐观了 这只是他留下的梦境 梦境 所以 他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些什么 嗯 有些时候他会刻意把简单的事情往复杂去做 单纯从表演剧来看 他恐怕也有成为偶像的前置 虽然这一次 或许的确是出于无奈 所以 二 十七 号 你的猜测没错 十七号 她的确存在 而且就是 怎么回事 普罗米修斯 刚才那是正常的吗 过去他留下的梦境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准确来说 我也不能确定 直到今天 我也很难揣夺他的形式逻辑 但 虽然不知道原因 既然他在最后一刻 还是得出了我的猜测没错这种判断 所以那到底是什么 恐怕要等一下才能向你详细解释了 在此之前 薛定恶博士 我确认十只律者的位置 不论他正在尝试些什么 都要立刻阻止他 十只律者 嗯 我曾对他提出过一个请求 虽然在那时看来很有必要 但现在 我绝不能为了一向一致的情报 让他白白死在我们的敌人手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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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